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tapering什么时候进行银码有多大 有的非常大的好奇心以及这个期盼性还有各方的猜测 我们在上半场替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罗省AM1300赚钱的时间 主持主讲人的刘斯刘老师 刘老师您好 周小姐您好 玩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时刘老师他有投资俱乐部 学名叫做百进会 我们在今天也要来讨论一下 刘斯刘老师所掌舵的百进会 今年的成绩如何 我们知道标普500从今年1月1号一直到现在 是成长28% 我们来看看百进会的成绩表现 但是首先让我们来先了解一下 今天美国股市的行情以及成绩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收盘的时候下跌了9.38 收于15875.19 标普500下跌5.54 收于1781 NASDAQ综合指数下跌5.84 收于4023.68 最大的两件事情 美国两党的预算的协议已经清除在国会参议院的关键的障碍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投资人实在就是在殷勤的等待 美国联储局明天宣布关于是不是缩减QE的决定 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盘这样子的走法 实在是很吻合投资人小心谨慎的心情 您说是吧 看起来是这样子 那么除了我想提醒听众朋友的 就是除了我们在明天 要看到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的会议的结果之外 这个星期的星期五是一个很重要的期权的到期日 我们叫做三屋期权对不对 三屋的到期日 那么这个三屋的到期日在12月份的时候是最紧张的一个了 因为年底也是一个季度的结束 也是一个年度的结束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期权到期日之前 也很多很多人想要 我想把这个所谓的position 就是他们的部位稍微整理一下的这种单子会很多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几天 像昨天我们S&P500指数是上涨的 但是VIX这个指数却也是上涨的 就是这两个东西原来本来是应该好像是 反方向的在运动 但是昨天 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VIX涨上来 而且VIX最近这几天连续涨了好几天 今天他也是在创 就是最近这一个小波段的高点 可见得大家对这个行情并不是 并不是很有把握 因为VIX如果提高的话 就表示说投资人比较没有把握了 对这个行情比较没有把握 虽然昨天的反弹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市场投资人 对央行的这个taper不taper 好像并不是很在意 但是今天没有能够再继续涨上去 又让我们觉得说好像看起来 大家也不是很有把握 到底央行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央行的动作出来之后 我们投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今天跟昨天甚至前两天都是呈现一个横向的发展 呈现这种横向的发展 但是在我们投资人的心里 尤其是在刘老师像您season投资股票做这么久的人来说 明天的决定对于自己portfolio的分配了 要不要做hedge了 关系重大吗 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我目前我的想法是说 央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五月份Fernanke他宣布说要taper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做这个动作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了解 央行也很在意整个的这个投资市场 对这一件事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这几个月就一直有听说 有人放话出来说没有关系 我们虽然把这个850亿的这个预算 要把它缩减 第一个缩减的幅度也不会那么大 也不会那么快 是慢慢的缩减 对我们市场不会有影响 更何况我们还会继续的把零利率的 这个非常非常低的利率的这个政策 维持很久一段时间 那央行一直在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么我想既然 对不起 既然央行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意愿 有这种表示 我们也不需要太紧张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的俱乐部也好 或者说我的帮客人处理的单子也好 或者我自己账号也好 我是用平常心来对待 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减码 不但没有减码 因为我的操作我手上一向都是有差不多两成到三成的现金 那我看到有机会的时候还会买股票 就像我今天实际上我还买了一些股票 那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先要看看央行做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再看一看市场上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应对的策略 到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说既然盘式没有显现有转快的迹象 我们当然也就所谓的就讲 靠一句美国人讲的话 stay the course 还是按照我们这一年以来的这种操作的策略 还是继续的保持原状 即使万一明天有一个不利于市场的消息 或者是感觉出来了 那投资人如果说卖股票 卖的跌了两三个percent 其实也不至于要改变自己对于stay in the course的看法吧 我想如果只是讲明天一天的这种反应的话 我倒是觉得也不见得需要立即的来做反应 就算是明天 明天当然我们是看到最后一个半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交易 它跌恐怕跌不了多少 除非就是在明天开盘到消息宣布出来已经大跌了 这种情况好像不常见 那也许这个后续的影响会持续到星期四 那如果持续到星期四的话 就两天的下跌有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跌幅的话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趋势也并没有因此而有巨大的改变 就像如果我们去看S&P500的这个日线图的话 我们今年度从元月份这样的涨上来 就是也经过几次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当然每一次修正幅度都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在四月份的看着小小的修正 六月点的修正 八月份十月份都有所谓的correction 每一次的correction都跌破了五十天的平均线 看我们现在这一次就算是拉回来再一次的跌破五十天的平均线 也不至于造成什么很大的恐慌 或者对我们整个的上涨的趋势造成很大的破坏 就像您刚刚讲的说 S&P500指数今年度到现在已经有多少百分之二十八的成长 实际上以指数来看的话 它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五了 如果讲百分之二十八的话 那是加上了股息 但是通常我们晓得 我们去做指数的话 也得不到这个股息 对 所以不过百分之二十四已经是不错了 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四已经是相当相当好的成绩 就算是我们到年底 这后面还有两个星期的交易 如果有一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下跌的话 我们今年度还是可以保持百分之二十的成长 这是这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当然应该非常的高兴了 其实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2012年的年尾在做2013年的预测的时候 我还很记忆犹新的就是很少有几位分析师 是对于2013年的股市看好 并且对于真正2013年到现在为止 这个上涨的程度几乎是跌破眼镜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远期的预测实在是很难的 并且也很不公平的 因为有太多的因素是当初并不是在每一个分析师的 可见逻辑范围之内的一些因素的发生 所以说即使在预测股市的时候 应该进场或者是什么fully invested 或者是take your cards away from the table 这些都不是一些很聪明的做法 就是stay in the course 看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就决定加码或者是跌的的时候 要抓机油股来投资 这个才是长久可以赚钱的一个方式 我一直都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们既然提到了美国股市的标普500 加上dividend有成长28% 我们就来顺便提一提 刘老师的百进会 您的投资俱乐部 今年到现在已经有42%的成长的傲人的成绩 如何做到的 您是投资哪一些板块 透露一点 实际上我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那很多的这个 我今天我看了一下statement 我的这个statement 大概42%的这个appreciation 这42%的获利 大概有一半是已经realized 有一半还没有realized 就表示说我的这个portfolio 实际上算是长吗 时间留得很长 比一般的没有要留得长一点 但是也有一些短线的操作 但是实际上我的出发点 我并不希望做短线的操作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账号在那里 我手上持股很多很多 我也不希望去每一档股票 都需要那么花心思去每天都要照顾 所以我的选股呢 多半是朝向值得长线投资的股票 但是啊 如果说您看一看我的 能够如果看得到的话 你看的 其实如果您看一看我的操作日记 我每天都发一份操作日记 出去给我的会员朋友们 你看看我的操作日记的话 上面几乎我手上的股票 留在手上的股票 几乎没有赔钱的 都是赚钱的 那只要赚钱我就会留下来了 那我去买它的时候 我当然也是看到他在 在做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时候 去买的股票 所以我买的股票多半都是成长的股票 不但是成长的股票 而且他们是一直都在多头趋势里的股票 最好他还是在他的历史高价的股票 这些股票才是我喜欢的股票 才是我买的股票 才是证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股票 因为我今年度像我的白金会 我一直都保持着大概三成的现金 一直都只有七成在股票市场 但我这七成的股票能够达到 整体42%的获利 要比我们标普大概高出来 快要20个百分点 那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 就是要找好的股票 所以说成绩这么好 虽然说今年势头这么好 但是超越你已经beat了标普500的28% by a lot 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 永远保持的30%的流动资金准备伺机而动 如果说你现在的心态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也认为Ben Bernanke也可能是这么想 为什么呢 他在他的任期之间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失业率如果不达到6.5% 或者是通货膨胀都保持在2.5以下的情况 他的低利率的情况他会一直维持 并且他甚至放言出来说低利率的情况要维持到2015年的年底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除非这两个条件通通被达到 他才可能决定会把利息上升上来 那所以虽然现在利息已经不是在历史的最最最低点 但是看整个的大趋势也许这个phase one就是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机已经被满足 那么接下来的经济的cycle的这个phase two and three还是继续成长 只是要emphasize的地方不一样 如果大家想要来参考一下刘思老师的网站 看看他平常都怎么做在做什么 写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上www.option668.com随时浏览 并且我们在2月8号的举办的这一年一次的财经嘉年华会 马蹄捷报应秋波 我们再度请到刘思刘老师北上来给我们讲一些 他认为在2014年最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主题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刘老师 稍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参与油田开发如何百分之百抵税 参与油田开发有机会为子女获得大学助学金 参与油田开发可办理投资移民绿卡 您想了解如何参与油田开发吗 请参加12月21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2点 2013年最后一场 介绍美国石油业现状及法规的讲座 了解投资石油行业的讯息 贵宾专线510-498-8829 510-498-8829 510-498-8829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吴雅如 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 我们诊所有2014年的中医养生挂丽 供大家免费索取 在冬季 中医认为应该通过爱揪补肾 来帮助亚健康和慢性疾病的人群 比如糖尿病高血脂 更年期或更年期提早 不孕不育 经常熬夜 慢性疲倦 腰膝酸软 手脚冰凉 或者性能力下降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 欢迎跟我们诊所联系 408-480-2860 408-480-2860 Rebecca Lean祝愿您节日快乐 合家团圆 Rebecca Lean卖屋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Rebecca Lean最新推出 好诗成双买卖双喜 节日特价优惠 Happy Holidays from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昌星珠宝新店隆重开幕 近万尺展厅 是您购买顶级珠宝钟表的最佳选择 全新昌星CH Premier 就在圣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购物中心内 Prada旁边 电话408-983-2688 程邀您何家立临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刘思柳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们2013年已经过去了 我想我们对于2014年 现在马上就要展开 是我们都很关心的事情 2013年我为什么说不要再提回顾了 因为您的成绩就已经代表了一切 我们来看看未来 如果说朋友们喜欢 觉得刘老师的成绩很好 想要把钱交给您管 他们应该怎么做 那那就跟我联络了 OK 应该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收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的 当然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先写一个email给我吧 比较重要一点 写一个email给我 然后留个电话给我 那我就可以打电话 跟你聊一下 因为我的操作是非常非常的 第一个比较保守一点 我虽然我选的股票是非常aggressive的去选股票 但是我的实际的操作是相当保守的 我一开始的一个portfolio 从全部都是现金 然后build up一个portfolio 这个过程里面 前面的股票不赚钱 我后面的股票不会买的 这是我一直这样的原则 很幸运的就是今年度 就是2013年这个年度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涨 所以买的股票就很容易赚到钱 明年度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实际上我觉得明年的上涨的幅度 恐怕比今年还要大 所以因为大家都已经了解 前一段时间大家不了解的地方 就是说难道股票真的是可以投资的吗 现在已经大家可以看得到股票就是那么好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前几年 那几乎是从2010年开始 2011年开始 我想投资人就已经知道 这个时候想要投资 想要把钱放到某一个资产上面去赚钱 你没有其他的alternative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连房地产现在都不能选择了 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除了股票市场之外 没有其他的选择 Bernicke也告诉我们 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 债券这一块 2015年之前你不要进来 因为没有利息 对 利息太矮了 2015年年底之前 你钱不要放在银行里 OK 那整个的这个市场就没有 没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钱没有其他地方去 OK 前几年大家还害怕说 嘿 这个经济到底搞些什么东西啊 到底到底 你弄些什么什么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什么 政府这些斗争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 从到欧巴马下台 到欧巴马卸任 都没有这个这些问题了 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是不是 欧洲那边也没有问题了 中国本来讲说 hard landing 现在没有了 钱 还是没有其他的投资的选择 除了股票 所以我相信 明年度 也许我们在 明年整年度的过程里 可能会比这几年的 上下的波动要大一点 但是 那些都是很好的 我相信那些 比较大的波动 也许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的波动 都是很好的买股票的机会 OK 我们依稀还记得 在经济最不好 房地产最低 股票市场最低 很少有人能够说 我想得清楚 我这个时候就进场 可是几次在国际 国内的事件发生 都证明 长期来讲 股票还是上涨的 所以真的在低的时候买进 自己的收获 自己的reward是大的 会让自己非常惊讶的 所以stay in the course 真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因为如果你袖手旁观 市场上涨 自己沾不到边 市场再低的时候 下跌的risk风险 已经比较少了 好 我们来谈一谈 在今年 有些finance的股票 等等都是非常的好 那明年 这个依然亮丽的股票 会不会工业轮转 我们要注意哪一些类型的股票 我相信明年 会比今年投机的多 今年并不是一个很投机的年份 今天我们看到 大致上是大型的股票 涨得比较多 然后在科技股这边 NASDA这100的股票 是以高价的股票 涨得比较多 你看像price line 像这个 Netflix 这些都涨得很多 那低价的股票 反而没有 没有什么很大的表现 Bank of America 今年都好像就 没有怎么听到 人在谈了 到现在为止 还是15块钱的价位 对不对 它在去年的时候 它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 差不多12、13块钱了 今年到现在 还是15块钱 低价的股票 就没什么很大的变动 但是我想明年 会有一段时间 可能低价的股票 会有一些 看起来好像 蛮投机的行情 那是好现象 那是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投机的心态 进来的这个市场的话 这个市场才会活样 量才会出来 但是 真正会表现的股票 还是高价的股票 真正会能够有表现的股票 还是高价的股票 这道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它能够有高价 表示说 它有那个基本面 让它有这么高的价格 低价的股票 只是因为它跌下去 没有涨起来 所以它才是低价 人家都已经涨了五年 它还没有涨起来 那这种股票 还可以投资吗 对不对 这是我最简单的几个看法 不要去买 不要怕买高价的股票 虽然我自己并不喜欢买那种 像Apple五百块钱以上 Amazon三百块钱以上 我都不要去买了 但是 我现在还是在看那些 一百多块 一百五十块 七八十块钱的股票 这一类的股票是我们 三户投资朋友们最不喜欢的股票 但是要赚钱 可能还是在这些股票上面 是 好 那关于这个是价位来说 就是potential来讲 什么价位的股票 如果讲类别的话 是 我们今年表现特别好的是跟医疗保健有关的吧 嗯哼 不管是做保险的也好 或者是医疗 医疗级的也好 甚至医院 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那我想明年 这些医疗保健的股票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震荡 因为全民健保的实行 嗯对 那全民健保已经上线了上路了啊 那可能就这些这些操作题材 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呃 我认为旅游航空国防 嗯 呃 这这这这个板块还是很好的 Industrial 还有 High-tech 呢 High-tech 可能我们要回转到 比较 commodity 的东西 像像像MU Micron Micron 最近表现的相当 Micron 今年表现的非常漂亮的股票 非常漂亮啊 嗯 那有一些像像这个 Seagate 啦 或者是或者是WDC啦 这些股票 我想他们还是有 还是有蛮大的发展的空间 因为这个行业的确 consolidated很多 就是原来很多竞争竞争的 那个经过 2008年2009年的金融风暴之后 他们变得很 consolidated 所以他们竞争很少 哇 Western Digital WDC 曾几何时 2013年的年初一直到现在 从32块跳到75块 怎么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过 今天收盘83块 今天收盘是83块4 对 怎么有这种现象 哎 刚才您提到的几个sector呢 也印证了经济cycle的phase 2 都是这些股票在流通 对 那么真的是很吻合 哇 太好了 那这个跟您在2014年的2月8号来参加我的一天的股市嘉年华会都还会更深入的讲解吗 对我想我想sector这些应该大家只要去想一想多读一些网站上的一些新闻 多读一些评论的文章都找得到啊 我想我教给大家的就是怎么样去再找到一个很好的行业 找到一个很好的类别怎么在里面找到里面最好的股票 是的 好 听众朋友 今年刘瑟刘老师的投资俱乐户部的百进会的成长 year to date到今天为止是成长百分之四点 百分之四十二 百分之四十二 这个跟标普500大家已经觉得惊艳的百分之二十八 还要多出来了二十个百分点 实在是太傲人的成绩了 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 请发一封电邮给刘老师 就是option668.com option668 at gmail.com at gmail.com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你刘老师 祝你圣诞佳节愉快 祝大家圣诞佳节愉快 好的拜拜 我们下次再谈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来听听看 Long on time的Andrew B 现在觉得哪一些在买屋方面的贷款也好 或者是cash out financing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马上就回来 听众朋友 您不要走开 Lisa Yang是您湾区房地产经纪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tion 650-823-0266 650-823-0266 或email到 infoat urpropertygroup.com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一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资职的房产经纪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各种类别及情况 及信心经验诚信耐心于一身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799-2558 或查阅Sophie的siliconvalleyhousingpost.com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纪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作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Guggen贷款银行 祝愿大家节日快乐 Guggen办理多种房屋贷款业务 我们专业的贷款经纪 为您排忧解难 雪中送炭 帮您省钱 让Guggen在2014年 继续成为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ugge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纪团队 Call Rebecca Lane 408-720-6800 720-6800 Happy Holidays From Guggen Mortgage Banking GOOGAIN 家英理财 理财家英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咨询Obamacare Cover California 请述致电 李家英 Lily Ken 408-839-859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Andrew B的时间 他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你好 周冷你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想现在每一天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利息的走势 因为最近呢 其实已经不是最近 已经是六个月以来了 利息都是在缓慢上升 但是有两个Pocket Area 他也有下跌 那最近像今天12月17号 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实际上从这个上周起 这个利息还是稍微有点上升 那主要是这个近期 非常乐观的这个 这个经济形势嘛 这个造成这个利息上升压力 最主要的还是 市场又开始预期说 这个联储局到底会不会temporary 而且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午餐时间 对 他一个是市场关心 就是到底是12月就开始呢 还是等到1月呢 还是等到明年3月呢 另外一个 我们两个要不要来赌一赌 明天应该是不会了 那我们两个赌的是一样的 对 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联储局 对于未来这个明年 这个经济的一个预期 再加上这个到底是采取一种 什么样的这个步骤去做 所以呢 但是我们看今天奇怪的 就是最近的这个 inflation rate并不是很高 这个确实是 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惑 因为本身我们看联储局调息的 最主要的 以我们平常人来看 最主要的两个这个基点 就是第一个是工作市场 那么这个历来年底的工作市场 都还不错了 因为这个 这是part time的 零售业的雇人对吧 对对 另外一个最主要就是inflation 如果inflation高的话 那联储局会马上的调高利息 如果维持在这个 它所target的两个percent以内的话 可能联储局就不会 做很大的动作 因为本身过分过低的 这个inflation rate 有可能会造成deflation 这是这个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而且我们看现在世界范围内 可能所有国家都是inflation都不高 尽管说大家拼命在印钞票 在这个降低利息 但实际上这个inflation 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长这么快 我觉得它这个数字 到底统计的有多少准确性 你看看像现在买 买基本原材料都很贵 粮食都很贵 然后买奢侈品买衣物 明显的价钱很高 只是现在的加汽油 还不是最高的的时候 对实际上今天这个CPA 就是consumer price index 对这个是作为一个 最主要衡量的标准 就是比这个上个月 并没有增长很多 当然这个包括像employment 这些report的数据 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了 像以前你有听到吗 就是讲这个number并不准确 有时候更多的是为了政治上 或者说这个竞选的时候 需要而造成 确实像这个employment report 它是由全国的很多的agency 去做这个调查 就是通过打电话 可能如果你自己有这个small business 可能你会接到类似这种 这个所谓这种调查的这个电话 信件 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采集下了一个数据 然后汇总出来 所以一定会有一点 对误差 误差是一定会有 像我偶然也有接到 我觉得是正派的一种bureau来调查 我都非常配合 我讲出我实际上 心里面所想的 可是Andrew 不管男性女性 我们经常去 我们有的时候去消费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 经常到某一家餐馆 去订他的生煎包 我在想这个不到一年以来 价钱它没有变 可是生煎包 真的现在变成小笼包 真的是这样子 size变小 你说没有通货膨胀 我真的不敢相信 没有错 这个确实有时候 很多business 它的成本在逐渐的增加 但是我们看这个 人的收入其实倒没有 当然就看行业了 可能有些行业增长的快 行业并没有太多的增长 你说到这个薪水的增长 其实现在的高科技 它就让每一个员工的 productivity增加的很多 可是它并没有rehire 也没有new hire 对 这个是 它整个的labor的expense 并没有增加多少 反而还有减少 这样它的股东 就会比较高兴 可是每一个人 它的生产力量 就会增加了 对对对 我想这个利息呢 多数人预期 明年还是会多少 会涨一些了 但这个涨的幅度 肯定是会非常有限的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 总体的经济形势 即便是美国经济 开始复苏 它还是很难承受一个 高利息的一个环境 非常认同 非常认同 那您说这一两个礼拜 利息稍有高涨 那个是某一些program吧 比如说jumbo的fix 那种是涨得比较多 对现在还是这个固定的利息 涨得相对多一些 我很快给大家报一下 今天的利息啊 好像confirming30年 今天是大概4.25 勉强可以做到了 15年是3.375 那7年是3.25 5年是2.75 你看这个arm loan实际上 最近来讲涨幅并不是很多 还有2.75的 对因为你看今天的这个 US这个short term的 这个公债sell还是不错的 就表明说它很多人还在 把钱放到这个产品上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price就不会很高 那利息当然就 就说price会很高 这个eo rate就会很低 利息也就不会涨太多 那high balance呢 基本上比confirming会高 将近0.125的样子 30年4.375 5年是3.5 另外一个jumbo 这是我想这边最近 尤其是这个好学区的房子 都是jumbo jumbo的这个5年 还是可以做到2.875 no point no cost 然后7年是3.25 10年是4.25 30年是4.75 所以总体来讲 就是说当然比这个 最低点还是高了一些 但是我们要跟这个 整个历史上跟 这个10年之间相比 还是属于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是 这个是美国的贷款的环境 其实如果大家在世界各地都走过 也都有一点比较深入的了解 您看一下台湾香港中国大陆 这这些地方的贷款的种类 要比我们这个地方少得太多 对 如果说我们再回想到 自己从有生产力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不管您的年纪如何 如果您有累积财富过 您就想这个财富是 是不是靠时间越长 至少要五年 这个财富才会累积的多一点 你想想看对不对 对 很少有暴力的情况出现 那种如果说自己的公司 突然被人家收购 这个也有蛛丝马迹可循了 否则一般你累积养大财富 真的是要靠时间 五年十年 所以在这种时间 如果是您有贷款的话 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program 就是非常重要了 对没有错 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社会 也是让每个人的 这个pation越来越少 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的 这个赚很多钱 这个我觉得这心态 实在需要磨练 需要稍微改变一下 因为这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时间养大财富 只要是您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投资的项目 也许您赚了很多桶金了以后 那么啪一下子 您投资的越来越精明 就会容易成功 对实际上我们看 这个社会财富 就像一张大饼一样的 那就是还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就是当然现在这个 像美国这套金融系统 会造成这个分配上 很大的差异 就是看你是不是可以抓住时机 你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窍门 或者说你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财力 你才能分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跟在后面的话 可能你只能分很少的部分 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财力 当然总是beginner 永远是在这个地方 不过还好我们中国人 对于自己的儿女都很慈悲 所以都尽量喜欢帮 有出席的小孩子的忙 再加上父母已经有的经验 来教导他们 所以华人的下一代 要取要价 很占便宜 真的 对尤其我们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就看得出来 我们华人聚集的地方 房子这个跌幅也好 或者说这个华人整个的生活 这个状况也好 还是相对其他族裔会 相对一些族裔 还是相对好一些 至少你看这个房市 就是涨起来 这个华人可能冲在是最前 因为华人有这个良好的信用 有这个一定的家底 有这个一定的储蓄 可以做down payment 是 那Andreau像贵公司 loan on time的agent 这么多 做贷款这么久 这么成功 除了华人以外 您觉得印度人 他们的credibility 跟他们购买能力来相比 能赶得上他们的这个 非常aggressive的作风吗 印度一呢 其实跟华人非常类似了 但是通常他们 也是分成两个极端 可能华人可能相对 我的感觉啊 是在中间比较多一些 他两个极端的人 会比较多一些 可是高端就是非常贵的 非常有钱 富有的 富有的 那也有一部分人就是 没有什么积蓄啊 但是比较aggressiv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印度裔的客人 很多时候他放很少 down payment Leverage比较大 对 但是跟华人一样 他们都有很好的信用 和这个收入嘛 OK 这是两个聪明的 足一的共同性 对 这跟我们这边的产业结构 可能也非常相关 这边的高科技产业 可能工程师里面 印度裔和华裔 可能是占多数吧 是 利息一涨高 做refinance的人就觉得 哇 跟以前的利息差不多 他们就停止了 暂时休息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房地产还是很热 purchase loan 就变成非常的热门 现在在lender方面 比较没有像以前 那么忙碌了 所以在写合约的时候 写close of escrow的日期 可以写的比较短吧 通常现在多数的country 还是30天close 也有稍微短一些的 但从这个做loan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最快实际上 可以两个星期就close 就close了 对 因为现在整个利息增高以后 这个银行方面 这个refinance的business 减少很多嘛 那么它现在基本focus 在这个purchase loan 第一个是给这个additional 这个incentive 就是反应在re上面 反应在close 利息就比较低 利息会比较低 或者closing cost比较少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它在处理过程中 会有这个priority 给这个purchase loan 所以我们purchase loan 通常进来呢 一天就可以close 对不起 一天就可以approve 一天就可以通过 如果其他都做得很好的话 在两个星期内 都是可以close的 这个appraisal report 也可以配合 appraisal现在也很快 通常order的话 大概两天到三天就出了 即使现在假期这么多 他们还是这么有效率啊 这个毕竟是 这个生意第一 生意第一 生意第一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银行也像我们也 根据现在这种 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 很多offer都没有contingency 尤其是loan的contingency 那么 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有把握了 那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说 在您get in contract之前 我们就通过银行的system 让一个这个正式的approval给您 虽然您还没有买到房子 这个就比pre-qualified的那种呢 相对的把握更大一些 也就是说 它可以实际的看 这个根据您现在状况 银行需要什么样的document 需要什么样的condition 特别是 如果您现在有 手上有很多栋房子的 或者你的这个debit to income ratio 非常close的 i-side并不是很充足的 这种情况下 当你觉得把握不大的时候 你都通常都可以通过这个 预先的新run through一下这个system 看是不是可以得到approval DTI的ratio经常都有变化 现在是多少 现在要看不同的program 有些program 最严的 最严的只是 如果有些银行 如果你要拿到最好利息的话 可能要到35个percent 哎呦 35实在是好低 对 但是我们有可以做到55的都可以 利息稍高 要看 有的时候相差不太多了 所以it's all a trade-off来看 对 你要根据其他的状况 long on time手头的lender 非常多的话 你们就可以选择 对 我们就根据每个客人的这个实际情况选择 既要选择这个最低的利息 也要选择一个最容易通过 最比较处理上比较快的 好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您在寻找最低的贷款利息吗 您在寻找最好最亲切的服务吗 让Cindy Liu Andrew B 为您提供最佳服务 低利息的保证 及丰富的经验 让您轻松拥有家的梦想 我们公司提供各种房屋 及商业楼宇贷款项目 请电408-306-6688 408-781-8898 查询利率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Hi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la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la先帮我做了pre-approval 他们是direct lender 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没有loan contingency Seller很放心 我offer价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了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pre-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la这样 专业诚信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la的电话给我 Villa的电话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参与油田开发 如何百分之百抵税 参与油田开发 有机会为子女 获得大学助学金 参与油田开发 可办理投资移民绿卡 您想了解 如何参与油田开发吗 请参加12月21号 星期六上午 九点半到十二点 2013年最后一场 介绍美国石油业现状 及法规的讲座 了解投资石油行业的讯息 贵宾专线510-498-8829 510-498-8829 510-498-8829 华丽舒适的独立别墅 位于Evergreen山顶 六间卧室5.5欲5000平方尺 超过47000平方尺 占地面积 美丽装修设计的家园 宽敞明亮大厅 与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花岗石台面 樱桃木 橱柜位于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专业设计奢华亮丽的 园林后院设有网球场 凉亭内置厨房 烧烤架和游玩设施 是您最佳的住家选择 详情请接洽 Franc刘408-313-2688 凯文 听说你刚刚买到一个新房子 恭喜啊 哎呀喜从何来呀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我以前联系的一家银行 说我的首付不够 不能做我想要的 五年固定的贷款 人家都说要25%的当 才给我做 是哦 五年固定利息低 每个月的贡款低 比较容易负担 那你为什么不去 问问贷款专家 Cathie Bann呢 听说她的银行 只需要20%的首付 就可以做五年固定的利息 利息还相当不错呢 怎么你认识Cathie Bann吗 不光是认识 我们家买房贷款 重新贷款 都是Cathie帮我们做的 我老公说呀 贷款就找Cathie Bann 买的安心 带的放心 昨天我弟弟来我们家 说到买房的事 我老公还向他推荐Cathie Bann呢 是吗 请赶快告诉我 Cathie Bann的联系电话 我现在马上就给她打电话 Cathie Bann 408-391-8636 或者email kblownatgmail.com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和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 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 有超过 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 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ens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 及高佣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 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每一年到了岁末年初的 岁末年中的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为自己的明年 将要在房地产和贷款方面 要做哪一些打算 心里面都有一个谱了 他对自己的income啊 还有对自己的owneroccupy 是不是要换屋啦 或者是在明年 他觉得利息已经逐渐升高了 以后比明年还要高 那他明年就要有所为 因此他在报income tax的时候 也要开始准备了 这些purchase loan 如果是residential 在跟人家竞争 我们也不能够这么天真的 就loan contingency 完全显没有 我们要批去知道 我们的确是可以接到的 我们的确是可以带到款的 才可以说no loan contingency 那如果找到 Andrew 你们是怎么样 替他有这方面的保证呢 这个本身就是 如果说你放no contingency 但是你最后带不到 loan的情况下 你这个至少你要损失 这个三个percent deposit 这还是相当多的 那对我们来讲呢 可以说第一个是 要了解客人所有的information 所以就是当你在做 这个prequalify的时候 你要尽量把你所有的情况 都跟你的loan agent讲清楚 包括你的所有的asset 包括你的所有其他栋的房子 因为有很多朋友 他可能在外州有房子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loan 或怎么样 不见得都收在这个credit report上面 那么你就是要记住 这些都是会算到 liability里面去的 所以一旦的你进去以后 你的ratio很紧 但是之后银行somehow find out出来了 他要把这个lability加进去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prequalify最主要 就是要能够了解 你这个所有详尽的 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资料 这个信息都能全面的去掌握 如果这样的话情况下 我们基本说可以说百分之百单 就是说保证这个loan可以approve下来 唯一我们不确定的就是说 你在这个loan的process过程中 你的信用或你的收入 有任何变化情况下 这个是大家谁都没办法保证的 你突然搞了layoff 或者说突然你的信用被盗用了 这个都会 这个大家谁都没办法预见到的 OK 无法预见到的 当然就是不是在掌握之中的 那如果property的性质 不合乎lender的规定 这个也是就是在preapproved letter 能够控制的原因之外的了吧 对 我想这个我们这么久啊 做这行这么久啊 最主要一个就是积累各方面的经验了 了解这个 仔细了解银行到底看的是什么 那么对这个property方面呢 问题最多的是这个condo了 就是这个HOA的问题 对 Single family呢 像前一段时间 这个最大问题就是没有permeet的这种 remodel啊 addition啊这些 但是现在来讲相对叫 叫叫松一些了 最主要我想这个我们的common sense 就是说我今天借钱给一个人 然后用他的房子做抵押 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房子的 是不是有这个leavable的condition 不见的是perfect 但是至少他的condition是可以 适合居住的 可以居住的 所以 哪种情况是不适合居住的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 违章建筑 一个是违章建筑 第二个比如说 有很明显的地基 这些大的问题 那银行可能会condition 你要把这个修好之后 我才会放款 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bank home property 或者short sale 是经常发生的问题 比如说bank home的 这个整个窗户都没有 一木板盯上去的 这就不是livable condition 这样的情况下 appreaser都会 放一个no在上面 是 那除了这些 是大家可商可量 可以预见到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请 大家可以记下来 Andrew的电话号码 408-781-8898 或者是电邮给 Andrewatlongontime.com 同时很多朋友 也在这个时候呢 想要替明年自己的事业 再重新做一番冲刺 比如说您已经拿到了 real estate license了 或者是您正在别的 real estate公司 或者是loan公司在做 但是想要有所突破 要把自己带到另外一个档次 更高的的话 有更好的前途 那么loan on time 也提供了某一些非常优惠的一些 service一些服务 可以帮助您达到您的梦想 我们来听听看 Andrew怎么样来介绍他们公司 我们公司基本上除去贷款的业务 还包括这个real estate方面的这个业务 那么我们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最大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interm这些很多的agent 但我们希望就是创造一个良好 一个非常和谐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大家的不管是服务上的理念呢 还是各方面都比较一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提会 会有这个最好的产品呢 这个贷款来讲最好产品 就是说你要有各个银行 包括像我们也有用自己名字放款 就是correspondent 这个direct lender direct lender 对 这样的话就是保证 我们的经济可以跟其他的银行去竞争 这个是我们可以说 比较优势的条件 明年我们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 会继续的发展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是那么想要跟Andrew来联络 是不是把您的这个license要park到long on time上面 当然您也要经过仔细的评估 因此我在这个地方再把Andrew的电话号码 告诉您一声408-781-8898408-781-8898 的确是到了年底都在为明年自己要做的事情 有一番很好的规划 很好的打算 或者是您写一封email把您的resume寄给Andrew 到Andrewandrewatlongontime.com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我想现在时值圣诞节以及新年假期来临之际 那我们想听听看Andrew有什么话要对所有的朋友说 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大家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啊 很多新老客户都是相信我们 然后确实也让我们可以得以我们 我们可以得以继续发展 那也是借这个机会祝各位听众朋友们 能有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假期 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相处 对 非常高兴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Andrew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周乐 再度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您在寻找最低的贷款利息吗 您在寻找最好最亲切的服务吗 让Cindy刘 Andrew B为您提供最佳服务 低利息的保证 及丰富的经验 让您轻松拥有家的梦想 我们公司提供各种房屋及商业楼宇贷款项目 请电408 306 6688 408 781 8898 查询